那我们现在呢就跟各位介绍这个的第九章 介绍第九章的以前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 前面我们在前面第五章 我们学过假定有一个平面的几何 几何平面 它的几何重心是X bar Y bar 那我们可以知道X bar Y等于X 等于X对面积的积分 而X对面积的积分等号右边 我们叫做面积对Y轴的 对Y轴的面积一次距 First moment of area 面积为什么叫一次距 因为它是X的一次方 对面积的积分 那是我们对Y轴的 那是净力学学过用到的 找重心 然后你们在大二的材料力学 会学到这个叫做X平方DA这个下 X平方DA的这个下 我们叫做面积二次距 为什么叫Second moment 因为它是X平方 所以我们叫面积二次距 但是也叫做面积惯性距 Moment of Inertial of Area 因为我们把Aerial放到前面 叫做Aerial momentum of Inertial 这个叫面积惯性距 也叫面积二次距 但一般来讲 我们把这个叫面积二次距 那是在材料力学会学到的 面积惯性距 我们很少叫二次距 都是叫惯性距 面积二次距 也就是任何一个小面积到Y轴的距离平方积分 或是面小面积到X轴距离的平方积分 这个叫面积惯性距 这个在材料力学会用到 然后在动力学呢 假定这个物体是绕着这个AA轴转 那这个小面积 一个小质量DM 到A轴距离下R平方 那R平方DM 我们就叫做这个物体 对这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Mass Moment of Inertial 或Moment of Inertial of Mass 一个是在材料力学的面积二次距 一个我们叫做质量惯性距 这个DM的积分 DM我们都知道 就是等于密度乘上DV体积 所以这是一个三次三重积分 质量惯性距 这是在动力学会用到 然后不管面积惯性距 或是质量惯性距 你们仔细看 我们拿面积来讲 假定这是一个任何的面积 中间的某一点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很明显 你们仔细看 我这个X平方DA 这个的积分 也就是任何一个小面积 到Y轴的距离平方 这个的DA 一般来讲 它跟什么有关 它跟这个物体的几何 面积的几何形状有关 然后呢 跟这个圆点的位置有关 圆点的位置一移动 X就会不一样 积分就会不同 还有 如果我的坐标轴变成这个方向 转一个坐标轴方向 也会不一样 因此我们知道 不管是面积惯性距 或是质量惯性距 除了跟物体形状有关以外 跟圆点有关 而且也跟那个轴的方位有关 那个轴的方位一改 我们就会改 因此我们这样子想 如果我把这个X轴反时针 五个五度五度的一直在移动 就会有无数多个很多个X轴 那每个X都会有一个这个X平方跌 都会不一样 那那么多轴里面 就那么多轴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轴产生的这个结果 有一个轴对应的结果会最大值 有一个轴的结果会对应最小值 也就是这个I 面积惯性距 会跟轴的方位有关 我的轴只要转一点点角度 它就有一个新的值 那我一直一路转下来 有那么多个轴 它就会有很多个I值 那一定有一个轴对应的I值最大 有一个轴对应的I值最小 那这种I值 我们就叫做 以面积来讲 我们就叫做Principal Principal 我们就叫做主面积惯性距 Principal area 我们叫做主面积惯性距 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叫做最大值跟最小值 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 在材料率选择 还有这个I下标 如果对X轴的也就Y平方DA 我们有时候下标写一个X 指的是对X轴 有时候会写XX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Y平方DA 那我们这个课程下标都只用一个 也就等于说 面积惯性距的符号 除了用I表示以外 下标有时候会写一个下标 有时候会有两个 都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 对X轴的我们就一个X 不写两个X 有时候等于讲 材料力学会用到所谓的面积惯性距 动力学会用到质量惯性距 而这些惯性距 跟那个对应的轴的方位有关 那如果 那因此呢 对同一点来讲 通过这个点有无数多个轴 所以一定会有两个轴 其中一个轴对应的惯性距最大 一个轴对应的惯性距最小 这个值我们叫做主面积惯性距 或主质量惯性距 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这个第九样 跟各位介绍的惯性距 Moment of Inertial 就是讲的 这个的资料 我再重复一下 净力学用不到 在材料力学跟动力学会用得到 但是一般在教材料力学 跟动力学会用得到 假设你们进学学过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我们分成三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 我们就介绍 什么叫做面积惯性距 同时会跟各位介绍 如何找到主面积惯性距 就找到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是我们第一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呢 我们会介绍质量惯性距 然后第三个小节 我们会介绍主质量惯性距 也就是等于说 我们在第一个小节 会介绍面积惯性距 同时怎么样 找到它的最大值最小值 但是质量惯性距 因为比较啰嗦 我们就分成两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先介绍质量惯性距 第三个小节再介绍主质量惯性距 怎么样找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然后你们课本上 我们有一个九点四节 写一个M-O-H-R 那个叫莫尔源 就从我们一般翻成这个字 真的所谓的莫尔源 指的是利用一种做图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可以找到 主面积惯性距 怎么样 用做图的方式来找一个面积惯性距 但是这一小节我们不交 时间所限 而且呢 这一小节你们在材料力学 那个授课老师会花很大时间 跟各位介绍这个莫尔源 因为它不只是找质量惯性距 面积惯性距 它可以找到别的 所以真的莫尔源的观念 在材料力学是比较重要 在这边其实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你们课本上的九点四节 而且你们九点四节讲的很少 事实上这个莫尔源在材料力学里面很重要 材料力学的老师一定会教 所以老师这边就不先跟各位介绍 所有莫尔源的观念 真正如何找到最大的面积惯性距 就是我们会在第一小节 就会跟各位介绍 直接从公式来看 而不用做图的方向来看 好 我们现在谈到九点一节 面积惯性距 它的定义就我们刚才说过 甲椎线有一个几何平面 OXY就是一个直角坐标 O是圆点 任何一个小面积DA到X轴的距离是Y 到Y轴的距离是X 我们就defineI sub X 也就是Y平方DA 这是一个双重积分 我们把它叫做面积二次举 或者是叫做面积惯性举 Area Momentum of Inertial 或者Momentum of Inertial of Area Area摆前面摆后面意思都一样 所以记住对X轴的 我们符号定做I sub X 下标指的就对什么轴 对X轴的面积惯性距离是Y平方DA 不要进反 反过来讲 对Y轴的面积惯性距离是X平方DA 对哪一个轴就是小面积 到那个轴的垂直距离平方 它的积分 这是两个 还有第三个 我们叫做极惯性距 Polar Momentum of Inertial POLOR 就是南极北极的极坐标 它的定义是R平方DA 什么是R呢 你们看右下角的图 就是小面积到原点的距离 小面积到原点的距离 那个就是R 所以R平方DA 我们叫做极惯性距 这个名词你们在材料力学也会用到 OK 也会用到 我们顺便给各位提一下 那从这个右下角图可以看得出来 R平方就等于X平方加Y平方 依据必是定理 所以 不管是面积惯性距 还是极惯性距 它的单位 因为都是X平方乘以 就是距离的平方乘上面积 所以它的最后的单位是长度的四次方 M的四次方 或mm的四次方 这单位各位要记住 惯性距的定义 面积惯性距的单位 就是距离的四次方 M四次方或mm的四次方 然后因为我们从这边 就可以看到R平方等于X平方加Y平方 所以马上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极惯性距 事实上就是等于 对X轴的面积惯性距 加上对Y轴的面积惯性距 也就是等于说 如果你已经计算出来 对X轴跟对Y轴 就两个互相垂直轴的面积惯性距 那对它们的焦点 也就是原点的极惯性距 就是这两个面积惯性 互相垂直的面积惯性距 给它相加 就这么简单 不要额外再算 不要额外再做积分 我在讲一般来讲 面积惯性距是一个双重积分 对一些奇怪面积来讲 并不见得很好做 那我们这边很快的介绍一下 材料力学里面 面积惯性距的功用 你们看右边的这个图形 它是一个凉的截面 这个梁是一个公字形 我们叫公字梁 它的截面就很像一个中文字母的公 也有人叫做 也像I 所以你把它叫做I形梁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在你们看到X轴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MX的弯曲力矩 所以这个梁本身会弯 这个梁会弯的时候 你们仔细看 我任何一个梁这样子一弯 就像我们在沿着X方向这样子一弯 它上面会弯曲 你把这个梁的截面 想成很多条细线 那最上面的一定是最弯曲 最下面的会最拉伸 所以它的这个梁本身会从压缩 一直变到拉伸 那在中间就一定会有一个平面 不拉伸也不压缩 因为越往上压缩越大 越往下拉伸也越大 所以中间一定会有一个面 我们叫做neutral中性面 neutral plane neutral平面 我们现在就define 是在我的X的这个轴所在 所以X轴指的就是neutral plane X轴以上 这个梁 受的是弯曲 质压缩 X轴以下 这个梁 受的是弯曲 那个拉伸 那材料力学家会证明给各位看 这个截面积每单位所受的 这一个 每单位面积 截面积上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就是德塔F除以德 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跟Y轴的距离是成比例 德塔F除以德塔A等于KY 也就是说是Y越 Y越往两边走 它所受的力越大 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梁这样子受弯曲的时候 最上下的两端 受的力最大 则一边是压力 一边是拉力 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会跟那个位置 Y的坐标成正比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看下面这个结果 我们说M Moment 就应该等于德塔F 乘以DY 那我把刚刚那个公式 德塔F除以德塔A等于KY 所以把德塔F用 德塔A乘上KY带进去 就变成KY平方DA的积分 我把K拿出来 因为K是常数 就变成K乘上Y平方DA Y平方DA就我们刚刚讲的 I sub X等于KIX 从这个的结果M等于KIX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给它的流利锯是固定 M是固定 那我这个I值越大 相对来讲我K就越小 K越小代表什么 我单位面积所受的力量就越小 越不容易坏 这个就是面积惯性剧的重要 在材料理学会用到的 也就等于说是 你任何一个截面 你知道它对哪一个轴的面积惯性剧最大 你让它沿着这个面 这个轴 让它弯曲 它每单位所受的面积 所受的力 就会比较小 这个就在材料理学上面 面积惯性剧的重要性 也就是告诉各位 面积惯性剧 对一个物体受到弯曲的时候 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力有关 所以材料理学里面 这个几何性质I非常重要 材料理学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们这边只先告诉各位 I的定义 OK那在材料理学里面的 也就是说我I越大 面积的 因为我们刚讲过 I跟面积的几何形状有关 这个几何形状使得I越大 而则代表它每单位面积 所受的力会越小 也就代表越不容易坏 然后面积惯性剧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IX可以写成一个KX平方乘以A 而这个IY可以写成一个K的 SubY平方乘以A JO也可以写成一个KO平方乘以A 这个KX就叫做对X轴的转动半径 Radius of Geration 这个叫转动半径 事实上K也就等于我的面积惯性剧 除以它的面积 在开根号 如我们这个人物上所试的 不管是对X轴 一般来讲 你们在查很多参考资料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某一个特定的截面 它会告诉你K多少 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人家告诉你说 这个面积对某一个轴 它的转动半径是多少 你就不要算 你就马上知道 我的面积惯性剧 就是K平方乘上面积 很多资料都会告诉你 某些面积对某一个轴的转动半径 而不会直接告诉你 质量面积惯性剧 可是你只要知道转动半径 你的面积惯性马上就算出来 不要去做积分的 这是转动半径的功用 当然很明显 转动半径的单位就是公尺 或是mm就是长度 面积惯性剧的单位 是mm的四次方 转动半径的单位 就是一个公尺 那同样的道理 这就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面积惯性举 或是那个极惯性举 它跟这个平面的几何形状有关 三角形跟方形的就不一样 然后它跟原点所在的位置有关 你原点一般动 它的答案就会不一样 还跟你XYD轴方向有关 XYD一转 它也会不一样 这个是你们自己要记住的 它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那我们刚刚是依据 对X轴对Y轴来定一个面积惯性 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一个轴 比如说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上有一个任意轴 OOプラ 那这个面积对这个任意轴 的面积惯性举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L平方 DA 这个L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小面积 到这个轴的垂直距离 所以面积惯性举不是只能定义 X轴或Y轴 它可以对任何一个轴都可以定义 不仅一定要水平或垂直 对任何一个轴都可以定义 它的面积惯性举 就是面积到这个轴的距离平方 对面积的积分 那我们现在下面看 你们先看右下的图 假定这有一个任意面积 我有一个AAプラ 轴最下面 而这个每一个小面积 到AAプラ 轴的距离 我们把它叫做Y 那个Y 所以从这边我可以知道 IAAプラ 也就是AAプラ 轴的面积惯性举 等于Y平方DA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你们再看这个图 假设 我知道这个面积的重心G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BBプラ 轴 是穿过重心 而且BBプラ 轴垂直AAプラ 所以BBプラ 是一个穿过重心 而且平行于AAプラ 的轴 那依据这个头来讲 小面积到BBプラ 的这个轴的距离 我们把它叫做Yプラ 而两个轴之间的距离是固定 我们把它叫做低 记得两个 不管小面积在哪里 两个轴之间距离是一样 就是低 而且这两个轴是平行的 那我们现在看 依据这个图 我们知道Y就等于Yプラ 加上D 所以对AAプラ 的面积惯性距 应该是等于Y平方DA 可是我把Y用Yプラ 加D的平方 带进去 所以变成是Yプラ 加D的平方DA 我再把这个式子展开来 所以第一个是变成Yプラ 平方对面积的积分 第二个是两倍的低 因为低是长子我提出来 两倍的低乘上Yプラ 加D 第三个式子就变成D平方 然后乘上DA的积分 那我们先看中间这个Yプラ 跌 先看这一项 Yプラ 跌 依据我们第五章学掉的 就是等于Yプラ 加乘上总面积 也就是等于我这个面积的重心 在Yプラ 坐标上的面积重心 乘上总面积 可是因为我这个Y BBプラ 就是通过重心的轴 所以Yプラ 就是等于0 所以中间的积分是等于0 然后我们看等号右边第一项 这个不就是等于I BBプラ 也就是对通过重心那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右边第三项的积分就是面积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I的AAプラ 等于I bar 记得这边上面讲一个I bar 也就是I BBプラ 指的就是通过重心的那个轴的面积惯性距 加上D平方乘以A 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们看右边的这个图 右上的这个图就是什么呢 我任何一个面积 对一个任意轴 AAプラ 轴 对这个 AAプラ 轴的面积惯性距 等于这个面积对通过它执行的这个轴 而且平行 AAプラ 也就是BBプラ 轴的面积惯性距 我们叫A bar 加上两个轴之间的距离平方乘上面积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说 假定一个平面上有两个轴 互相平行 应该通过执行 一个没有通过执行 但是互相平行的 然后对没有通过那个执行的轴的面积惯性距 跟通过它执行的轴的面积惯性距 之间的关系 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我们把它就叫做 平行轴定理 面积惯于平行轴定理 也就是说 对任意轴的面积惯性距 等于对通过执行 而且平行任意轴的 那个执行轴的质量 面积惯性距 我们通常上面加一横 加一横就代表通过执行 几何重心的意思 加上D平方A D是两个轴之间的距离 这个公式各位要记住的 就是不要背反 等号左边是任意轴 等号右边是执行重心轴 通过几何重心的轴 左右两边不要背反 一背反就全部错掉 OK 一背反全部会错掉 所以千万不要背反 这个公式一定要记住 平行轴定理 等号左边是任意轴 也就是说 通过重心的那个轴的质量 面积惯性距 在等号右边 不要背反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行轴定理 刚刚是用面积惯性距来做 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公式 等号左边用Ka平方 乘以A 等号用边用Ka平方乘以A 带进去A消掉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它的转动半径 也是类似的结果 对AA普浪轴的转动半径 平方等于对BB普浪轴 也就是对重心轴的转动半径 加上一个D平方 这是转动半径 同样这是适用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对面积惯性距 那对极惯性距也是一样 假设O是任意点 这我们就不证明了 O是任意点 C是它的几何重心 Centroid 然后对O的这个坐标来讲 C点就是几何重心的坐标是X bar Y bar 那 我们就得到对O这一点的极惯性距 等于对几何重心C这一点的极惯性距 加上D平方A 这个D现在指的是O点跟C点的直接距离 O点跟C点的直接距离 极惯性距也是适用 然后它的转动半径也是一样 这是极惯性距的平行轴定理 D平方现在指的是这两点 之间的距离 好 就我们讲的 一般来讲 我们要找面积惯性距 通常都是要用作双重积分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章要介绍的 也就在工程上 我们真正最常用到的 不是用积分 他跟我们当初找几何重心的观念类似 如果有一个物体 是由好几个常见的几何形状所形成 而这个物体对某一个轴的面积惯性距可以等于这个物体里面那几个小物体对这个轴的面积惯性距相加 所以我们这边先给各位介组几个常见的几何形状几何面积的面积惯性距 第一个你们看第一个就是一个长方形 它的横的距离是B 重的距离是H 然后它有两个坐标 一个x plus y plus是通过这个长方形的 是通过这个长方形的重心 xy呢就是在最下面跟最左边 我们先看它的i x plus 是十二分之一BH三次方 i y plus是十二分之一HB三次方 这个是一个三角形 没有三分头了 对不起 这是一个长方形 对它的重心轴 i x plus跟i y plus就叫重心轴 重心轴的面积惯性距好 告诉各位 这个数据一定要记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这考试不会有 任何考试都不会有人给你 这个要记 长方形的十二分之一BH 而且不要记反 对x轴的是十二分之B 乘上H三次方 i sub y是十二分之一HB三次方 不要记反 这其实也不难记 你们看 三次方的就是x轴 它刚好就是垂直这个边 也就是那个轴的垂直边 就是三分三次方 十二分之BH 然后呢 你们仔细看 i x 它i x 就是依据我们刚刚讲的 平行轴定理算出来的 我们再给各位看 i x 等于x plus 就是通过重心的平行轴 就是十二分之一的BH三次方 加上两个轴的距离 是二分之一的H平方 乘上面积BH 而这一个呢 就是四分之一的BH三次方 所以加起来就变成三分之一的BH三次方 那就是i x 所以i x就是依据平行轴定理算出来的 这个你不见得要记 i x跟i y 那j就是两个相加 我就不讲了 所以第一个这个图形 一定要记 第一个 你是要记住 i x plus 跟i y plus 就是对通过 它的那个 通过它的那个面积 那个重心 那个重心的那个轴 这个要记 第二个 三角形 它也给了两个轴 一个x x plus 这个不要记 这个真的考试人家通常会给 第三个图形是圆 它的x plus y plus 也是通过重心的 四分之一 πr四次方 这个也要记 长方形跟圆的都要记 第四个图形 你们要注意 它是八分之一 πr四次方 可是你们仔细看 第四个那个半圆形啊 它的x轴 可不是重心轴 x轴并是在圆的直径那边 可不是那个半圆的重心 一个圆是四分之一 πr四次方 半个圆就是八分之一 πr四次方 四分之一个圆就是 十六分之一 πr四次方 这些很好记 这里面要注意到 正圆的 它那个轴是重心轴 是圆的中心的重心轴 可是如果说是四分之一 半圆的呢 它的那个八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不是重心轴 如果你要找到 通过这个半圆的重心的面积 平行轴的面积 灌进去 你要用平行轴定理 倒过来算 最后一个椭圆的不要记 真正要记的 我们再强调 是长方形 跟这个圆 还有半圆 半圆你们一定要注意到 它是对哪一个轴 OK 半圆你们要注意 它是对哪一个轴 它的X轴是在直径 没有通过重心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例题 你要找它重心要倒过来算 我再强调 这个表 长方形 跟圆和半圆的 一定要记得 它的IX 不难记 这个你们家在材料率学会常常用到 所以早一点记住 早一点记住 好 有了这个表以后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来讲 面积冠军应该用积分 但是我们结合刚刚的表 跟要记得运用平行轴定理 我们就是针对任何的几何形状的面积 灌性举 我们都可以直接用加减法就做出来 而不要做积分 举个例子 我们给各位说 我们这边画 举例 假定我现在有一个面积是这个样子 一个方形 中间挖一个圆 上面有个三角形 我先要算整个这个物体 三角形加个方形 中间挖一个洞 对这个轴 X轴的面积冠性距 我们就分别算出 三角形圆跟这个方形 对这个轴的面积冠性距 然后相加减 第一个 三角形的面积冠性距 依据平行四边形定理 就是我们这边的三角形 对通过重心的那个轴的面积冠性距 也就是对通过面积这轴的面积冠性距 加上这段距离的平方 乘三角形的面积 那就是三角形对X轴的面积冠性距 然后下面的这个方形的面积冠性距 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 因为这个方形 这个就可以用到前面公式的 长方形的那个三分之一BH三次方 我们就不要用到平行轴定理了 OK 三分之一的BH三次方 然后第三个 中间这个圆的 对X轴的面积冠性距 也就是 是等于我们刚刚讲的 四分之一的πR四次方 然后加上这段距离 假设是L加上L平方 再乘上面积πR平方 这个就是圆对X轴的面积冠性距 然后最后 把三个三角形正方形跟圆的面积冠性距都算出来 然后最后total对X轴的面积冠性距就是三角形的加上正方形的减掉圆的 还是跟前面算中心一样空的就剪掉 剪到圆的面积冠性距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这一张 九点一节算面积冠性距主要要用的 真的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一点 这一张我们就是告诉各位 面积冠性距的定义是什么 以及如何利用平行轴定理来计算 这种复合面积对某一个轴的面积冠性距 而不是要你们真正练习积分 所以你们课本 那个积分的 我们这门课不是叫微积分 所以你们自己在看你们课本讲的时候 那个有关用积分来求面积冠性距的 你们有兴趣就看看 没兴趣就跳过 那个看看对你们微积分有帮助 对这个尽力学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这样 唯一提醒各位的就是 一定不能忘掉 因为你们刚刚看的那个表格 他给你们的资料 给你们的资料 他都是对某一个特定的轴 但那个轴不见得是 你真的提名要找的轴 所以你要善用平行轴的定理 然后这么有一点非常重要 注意 你算面积冠性距 可以用这种合成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要算转动半径不可以 也就是说 你不能说 整个这个物体的转动半径 等于三角形对X轴的转动半径 加上正方形对X轴的转动半径 这是错的 你要算整个物体的转动半径 就要把整个这个物体的I都算出来 然后除以总面积 看根号 还是整个物体对X轴的转动半径 转动半径不能用这个合成的 我再强调三角形的转动面积冠性距 加上正方形的面积冠的 减掉圆的面积冠性距 等于整个物体的面积冠性距 但是转动半径不是这样子 要特别注意转动半径不可以 那最后只给你们参考 你们课本上的509跟510也有两个表 9.13A跟9.13B 那个是你们这样 那个是各种在建筑上常见的凉的各种几何形状 你们看尺寸有点的不一样 它大部分不是一个公字形 公字形就是T字形那一类的 OK 但是 那是各种 那就是你们将来做事的时候 机械手车会查到 这给你们做个参考 那里面告诉你们各种凉 不同的几何形状 它的尺寸 它的面积 都有编号的 每一种编号都有它一 它的不同的几何形状 它的面积 它的尺寸 它的重心轴 分别对它的重心轴 X和Y轴的面积惯性距 跟转动半径 还有它的重心所在的位置 OK 那一般来我再强调 一般来讲 如果题目告诉你 K 通常那份资料就不会写I 因为I就是等于K平方乘以A 那个只是你们后面有些作息 它会直接告诉你是什么形状的凉 你们就直接查表就可以 那个真正会用到的是在材料 真正是用在材料力学 那个中间有一个地方 我的讲运有一点点错 如果有用我讲运呢 你们自己修正一下 我们刚刚在推导 我说这个JO也就是等于这个极惯性距 等于对X的面积惯性加上对Y的面积惯性距 我这边这个式子 你们看讲运 看本没错 我讲运有打错 JO等于R平方 R平方应该是等于Y平方加X平方 或X平方加Y平方 但是我这边又有一个瓜号平方 这个瓜号平方 这个平方是错的 没有啊 你们有用我讲运的请删掉 感谢刚刚有同学纠正啊 R平方就是等于X平方加Y平方就完了 没有再一个瓜号平方 那个是我讲运误打 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 我们现在举一个很单纯的例子 这是你们课本上第九章的第五个例题 右边现在所看到这个阴影区域 就是一个120mm 乘上240mm的一个长方形 减掉 半径为90mm的一个半圆 我们就要算 这个阴影面积 对最底下这条线 也就是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对整个这个阴影面积 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就是等于120×240mm的长方形 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减掉 半径为90mm的这个半圆 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分别算出来 长方形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以及半圆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然后就减掉 那长方形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很单纯 各位有印象就换到刚刚那个表 就是等于三分之一的BH三次方 所以长方形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我们直接查表 或者我们要求各位要记住的 等于三分之一BH三次方 也就是三分之一乘上240mm 再乘上120mm三次方 就得到了 这是容易的 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算 这个半圆 90mm的半圆 对X轴的面积贯性距 好 我们看这个表 题目上这个表给了我们什么呢 有一个八分之一的πR四次方 可是这是对那个半圆呢 直径那边的面积贯性距 面积贯性距 但是我要找的是对X轴的 虽然BB普浪轴 也就是说我知道的是这个半圆 对BB普浪轴的面积贯性距 但是对我这个下面 这个X轴这个面积贯性距 这AA普浪轴啊 对我们下面这AA普浪轴里面 虽然它们两个是平行 可是它们之间没有关系 因为这两个不管AA普浪轴 BB普浪轴 都没有穿过这个半圆的重心 这个半圆的重心是在这图 所表示的X普浪的那个位置 都没有穿过 所以我们要借由它 要用到两次平行轴定理 首先我们先看 依照第五章本身所讲的 我半圆的重心是等于是在3%R 把R又90带进去 会得到38.2 所以我从BB普浪轴到X普浪的那个距离 也就这边所讲的A等于38.2 那是我重心所在的位置 然后重心到X到最下面的AK普浪轴的距离 4等于B 120-38.2 我们得到81.8 我们刚刚上面写的 然后你们这边先再看 我的ISC指的就是 Semi-Circle半圆 CamaAA普浪 也就是 依据我们的平行轴定理 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 等于对通过重心的平行轴 也就是ISC的X普浪 对X普浪轴的那个面积惯性 加上B平方A 那是第一个 可是我不知道ISCX普浪 因为我不知道对X普浪轴的面积惯性 是多少 但是同时 我也知道 对BB普浪轴的面积惯性 也是等于一句平行轴定理 也是等于对通过重心的面积惯性轴 加上A平方 乘以A 那这边来讲 我们是ISC的AA普浪 我不知道 但是ISC的BB普浪 也就等于8分之πR40 我知道 所以我把下面这个式子带到上面 然后对X普浪可以消掉 我们最后会得到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轴 等于对BB普浪轴的面积惯性轴 加上括号B平方减A平方 乘以我的面积 因此我们等于是用了两次平行轴定理 所以我找到了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轴 跟对BB普浪轴的面积惯性轴 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常常会用到的一个技巧 也就等于说 很多题目都是 我知道这个面积 对某一个轴的面积惯性轴 我要求对另外一个轴的面积惯性轴 这两个轴 虽然是平行 像这边AA普浪跟B普浪 但是没有一个是通过重心 所以我们不要把平行轴定理运用两次 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知道这个以后就很简单 所以我对AA普浪轴面积惯性轴 等于八分之πr四十方 R用90mm带进去 然后B是我们刚刚讲的 81.8 A是38.2 这两个的平方相减 再乘以我的面积平方 就二分之一的π 乘上90mm的平方 可以算出来 我的半圆 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轴 然后最后 就是长方形的减掉半圆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剩下就很简单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种用的技巧 OK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晓得了 怎么算一个面积 对面积对任何一个轴的面积惯性轴的定义 也知道什么是对X轴的面积惯性轴 什么是对Y轴 什么是极惯性轴 它还有一个 我们这么讲的 叫做面积惯性轴 product of inertia of area 我们define叫做I sub x y 这一定要两个下标了 也就是说是对两个轴的面积惯性距 我们的定义就是XY乘上DA 也就是分别是DA到X轴距离跟到Y轴的距离 相乘积分 记住 面惯性基 product of inertia 一定是对两个互相垂直的轴 一定是对两个互相垂直的轴 然后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刚刚前面的面积惯性距 不管是X平方DA 还是Y平方DA 还是R平方DA 因为它是平方向 所以很明显 I X I Y跟GO一定是正的 因为它是平方向积分 所以绝对是正 这个惯性基就要注意 它是XY积分 那可能有正有负 所以惯性基 有可能会是负的 它的单位还是长度的 但是惯性基 product of inertia 有可能是负的 而且它跟I X和I Y无关 我们刚刚说I X加I Y等于GO 但I X Y是要另外算 可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 很明显 像右边这个图 任何一个面积 如果X跟Y轴里面 只要有一个轴是对称轴 很明显 I X Y一定是零 不要两个都对称 只要有一个 以这边来讲 比如你看X是对称轴 那有一个小面积 离X轴的距离是正Y 就一定会有个小面积 离X轴的距离是负Y 那就会抵消 所以X跟Y 这两个轴 有一个是对称轴 有一个是对称轴 那它的面积惯性基 一定是等于零 它的面积惯性基 就一定是等于零 然后同时 它也有 它适用平行轴定理 像我们用文图所示的 那你们自己就要注意了 我们假设XY是一个任意轴O 然后呢 这个C的X'Y'是通过重心的平行轴 那我们把X bar Y bar 就是当作重心在XY这个轴的重心坐标 那我们的平行轴定理 也就是一样的 我的I XY就对任意一组轴的 惯性基 等于对通过重心的平行轴的惯性基 加上X bar Y bar跟A 记住这边的X bar Y bar 也有可能是负的了 X bar Y bar就代表重心在XY轴的坐标 X bar Y bar代表重心在 好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惯性基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 我现在有一个面积 有一组O XY坐标 这是任意坐标 O不是重心 是任意点 O XY是任意个坐标 针对这组XY 假设我已经把它的 IX IY跟IXY都算出来 假设我针对这一组坐标 X IX对Y轴的面积惯性基 对X轴的面积惯性基 跟对XY轴的惯性基 我都算出来 假设我都知道 然后我们把这XY坐标 反时针转一个细打角度 转了细打角度以后 变成新的X plug Y plug 那我是不是也有 整个这个面积对X plug 的面积惯性基 对Y plug 的面积惯性基 跟对X plug Y plug 的面积惯性基 而我们这边这个公式 告诉各位 对新坐标的面积惯性基 跟惯性基 和跟原来坐标的 面积惯性基 和惯性基的关系 就如下面这三个方程式所示 不禁的是这个 各位要稍微记一下 各位就要记一下 这个结果跟你们家 在材料力学会用到的 某种公式会很像 记记没有坏处 我再强调下面这个公式 就是 也就是等于是说 我已经知道原来一组 坐标系统的面积惯性 跟惯性基 假定这个坐标转移下 我的面积惯性基 跟面积惯性会变 但是我不要重新积分 我只要直接带这个公式就好 记得细打我们是反时针转动 如果细打是顺时针转 你就要带负的 假设细打反时针转30度 是一回事 如果细打是x转是顺时针转30度 你这个公式里面细打 就要用负30度带进去 这个公式怎么来 其实很简单 你们从这个图 我不这边细讲了 时间有限 但你们回去仔细看一下 你们这种可以抄一下 从这个图 你们课本上的图 你们马上可以看出来 新旧坐标的之间的关系 xplung就是等于x 乘cosc 加上y sinc yplung 等于负的x 乘sinc 加上y cosc 这两个 从这个图 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OK 这是新旧坐标之间的 从这个图很容易看出来 我不在那边细笔了 你们回去自己看一下 那知道这个以后 比如说 你下面三个公式的第一个 因此 i xplung 就是等于yplung的平方 乘上da 然后你们就把上面这个yplung 带进去 就会得到 马上你们就会看出来 就会得到 下面的这个公式 就会得到下面这三 这个第一个公式 然后 iyplung 就等于xplung的平方 把xplung带进去 也会得到 那xplung yplung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会得到这三个公式 那从这三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以 xplung来讲 给我一个细打角 它就会有一组新的xplung 我再给一个新的细打角 又有我新的xplung 如果说我给它 从零度到360度 就有好多个xplung 那像我们讲的 一定有一个 会使xixplung产生最大值 有一个会使i的xplung产生最小值 就是这个转到某一个角度 所对应的i会最大 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对应的i会最小 我们怎么找这个角度 很简单 依据你们在国中就学过的 我把 我令 我把这个xplung 对细打的微分等于0 我就解它的细打 解出来细打 就是会使i的产生最大最小的 那得到的结果 就如下一页所讲的公式 会产生最大值或最小值的细打 会满足这个公式 那产生出来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就是这个 iMaxima跟iMinima 会产生最大值 那我们先告诉你们自己讲一做一下 第一个这个公式 你真正解出来的细打会有两个 比如说一个它会差90度 一个30度 另外一个就会是120度 那也就是说 如果30度的是最大值 120度是最小 所以代表什么呢 产生最大值跟最小值的 这两个方向会互相垂直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产生最大值跟最小值的 这两个方向会互相垂直 然后代表就是这两个值 最大值跟最小值的 好 假设我们现在真正的这个结果 算出来是120度 190度 也就是代表这是我的原来 x跟y x跟y 那我现在知道在这两个方向 一个x30 一个120 这两个方向 有一个是最大值 有一个是最小值 那问题是 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轴对应的是最大值 哪一个轴是对应的最小值 你们自己拿比数一下 这门课我没有讲清楚 哪一个轴对应最 我会解除两个角度 反正刚好差90度 问题是 那就代表这两个 这两个轴 有一个轴的I值最大 有一个轴的I值最小 我应该是决定哪一个 怎么判断 很简单 因为 如果是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x plus 这个就是y plus 但是我不知道x plus 是最大 还是y plus 最大 很简单 你们就把 这边带出来的角度 小的那一个 就是小于90度 那一个 比如说 你拿细打等于30度 听好 重新 带回到 这边的第一个公式 就可以 拿细打等于30度 比较小的那个角度 带回到第一个公式 看算出来 x plus 等于 如果它是最大值 刚好是最大值 那就是这个值 因为你不要忘了 最大最小 我们都已经从这边算出来了 如果 细打等于30度 带进 i x plus 公式 刚好是等于30 刚好是等于最大值 那就代表 这个是最大 这个是最小 反过来讲 如果它是最小值 带出来 s是刚好等于你 那个后面的公式算车 这个小值 那就是 这个是最小 这个是变成最大 最大的轴 OK 你要判断 新的x plus 我们知道有一个最大 哪个是最大 哪个最小 直接带入第一个公式 就知道 看上去是等于最大 还是最小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 我都在这边一起讲了 所以 这两个最大跟最小值 我们就叫做 主面积惯性距 而它所对应的 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轴 我们就叫做 主面积惯性轴 等于是叫做 主面积惯性轴 那像我们这边 最后讲的 这两个轴 一定是互相 就是产生最大 i值的 跟最小 i值的轴 一定互相垂直 所以它也会变成 一个坐标系统 那如果就是 我们这x plus y plus的话 假定我这边的 这x plus跟y plus 就是我的 面积惯性 主轴的话 那针对这个 这个坐标系统的 那个面积惯性基 一定是等于零 像我们这么讲的 i x plus y i x m plus y m plus 就是等于零 我们再重新说一下 如果 第一点 如果是要算面积惯性基 因为就像我们讲了 就讲了 首先一开始 整个我再很快的 复述一下 针对xy轴来讲 如果我已经先算出来的 整个面积 对这xy轴的 i x i y 跟i x y 记住 i x y通常的 常常我们碰到会这种case 因为我们刚刚的表演 没给各位i x y ok 没有给各位i x y 所以如果要你算i x y 通常那个图形 一定会有某些对称 比如说你们课本上 有一个题目 这样的一个半圆 加上这边一个半圆 所以对这个半圆的 原心来讲的这个轴 它的i x y是零 因为它是对称 对这个半圆来讲的 这个的轴 它也是对称 那我现在 如果说是问你是 对这个轴的面积 对这边的这个轴的 面积惯性矩的话 那个面积惯性机 i x i的话 就是原来的 也就对这个 等于对通过这个重心 这是通过它的重心的 面积惯性机 加上我们的平行轴定理 是用类似这样子算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你现在针对 x y的坐标 你知道 i x i y跟 i x y 我问你 把x转一个角度 算它的 i x i y 或i x y 就依据这个公式 我问你要找到 它的最 产生最大的 面积惯性距 就直接带着公式 最大值 然后可以从这个公式 算出角度 然后把这个的角度 再带回到前面的这个公式 你就可以知道 x plump跟y plump 哪个是产生最大 面积惯性矩的轴 哪个是产生 最小面积惯性矩的轴 你就会知道 那这两个轴 一定是互相垂直 那针对这两个垂直轴 的面积惯性距 它本身 会 等于零 OK 哈